我自己来 丽北爵手一抬避过了他 臭着脸 手指刷刷刷在手机上打了几个字 他把手机举得高高的 痴恩恩没有看到他改成了什么 男性独有的薄荷香 无孔不入地钻入了身体的每一寸 他强有力的心跳就在耳边 痴恩恩心情忽然好了不少 就在这个时候 丽北爵把手机重新还给了他 拿去 我警告你 不准滥改 痴恩恩接过了自己的手机 低头一看 顿时哭笑不得 他指着平保无语宁耶 这个是什么 我的照片 罪魁祸首倒是大大方方地承认 一点都不扭捏 好像把自己的照片 设置成别人手机平保 这种触高中生才会做的优质事情 很是理所当然似的 怎么样 是不是很好看 痴恩恩真的不知道怎么说 光论照片来说的确很不错 他的长相气质摆在了那里 随便一拍都是海报效果 可是 他已经二十多了 要是被人看到他的手机平保是一个帅哥 人家还以为他夺花痴呢 我 可以把这张照片设置成壁纸吗 平保是手机锁屏的时候显示的图片 壁纸是手机解锁时候的图片 痴恩恩想得很简单 平保 一拿出手机看时间就容易被人发现 壁纸好一点 至少没有那么容易被人看到 他的话音刚落 他阴沉沉的声音已经从头顶压了下来 你什么意思 我见不得人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觉得这样太 太什么 幼稚 痴恩恩好想说太幼稚 可是愣是被他压得说不出来 丽北爵却像是猜到了他想说什么 脸色是又臭了一点 把自己的手机丢给了他 我的和你的一样 所以 有一件保留 一样 一样什么 痴恩恩捡起他的手机点开一看 这才发现 上面赫然是他的照片 而且 还是他睡着的时候的照片 看背景 应该是昨天晚上拍的 他素颜不说 还是睡得迷迷糊糊 痴恩恩严重怀疑 那个时候他眼睛上指不定还有眼屎呢 任何女人都忍受不住自己没化妆 没PS的照片挂出来 痴恩恩也是一样 他几乎是条件反射地说 这张照片太丑了 我要删掉 你密码是多少 生日 痴恩恩输了他的生日 发现密码错误 一正傻乎乎地抬起头 丽北绝没好气地在他的唇角咬了一口 阴谋一咪 你的生日 他的手机密码是他的生日 痴恩恩的心跳漏了一拍 输入自己的生日 果不其然 手机解锁了 他点到相册 想换一个图片当屏保 点开了他的相册才发现 里面密密麻麻的全都是他的照片 有他接送吃宝贝的 有他和同事打闹的 更多的是他有一段时间 在隐婚老公家里做饭的照片 密密麻麻的照片 起码几百张 全部都是他 通通是他 痴恩恩木然抬起头 惊恶地望向了身边的男人 他的手机里面 怎么会有这么多他的照片呢 有一些照片 他甚至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是在哪里 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被拍下来的 这么多的照片 没有一张 不是以他为主角的 而除了这一些照片 他的手机相册里面 竟然一张其他的照片都没有 说不震撼 绝对是假的 痴恩恩的心弦 好像被人撩拨了一下 发出了一声颤鸣 丽北绝倒是很随意 一点都没有觉得 自己的相册里面 只有痴恩恩一个人的照片 有什么好奇怪的 背靠在一背上 慵懒优雅 照片都在里面 你自己选 面对着几百张自己的照片 痴恩恩真的不好意思 选一张换上了 他默默地放下了手机 认了 就刚刚那一张吧 不换了 你确定 确定 丽北绝挑了挑眉头 收回了自己的手机 又在他的嘴角 吻了一下 这才说 等会儿陪我去参加一个应酬 我 应酬 我不会啊 他什么都不会 怕是会给他丢脸 你不需要会 只要站在我的身边 微笑就可以了 他阴谋一咪 口气又森森然了 还是说 你希望我找一个陌生的女人 一起去 我去 痴恩恩这一次的态度 又快又鲜明 他已经知道 丽北绝是他的隐婚老公了 又是他真心喜欢上他了 当然不希望看到他和一个陌生的女人 手挽着手 哪怕是应酬 他也不希望 丽北绝恨不得把他揉进了自己的身体里 但是时间已经快要来不及了 他强忍住小腹的冲动 恋恋不舍地放开了 痴恩恩柔软的腰肢 准备准备 霍衣已经在楼下等我们了 准备什么 丽北绝打了一个内线电话 秘书就把一套漂亮的衣服送了进来 去里面换 我等你 嗯 痴恩恩拿起衣服进了休息室 五分钟后 他换好衣服出来了 不得不说 丽北觉得性格是直男癌 审美还没有到直男癌的地步 浅蓝色的衬衣格外衬得他的皮肤好 今年大热的绑带凉鞋穿在他的脚上 更是显得双腿修长 就是衣服的长度稍微有一点短 怎么样 丽北绝眼底全都是惊艳 伸手牵着他的手 咬牙切齿地说 痴恩恩 我真想把你压在床上 让你下不了床 你就不能好好说吗 我只是问你这条衬衫裙 我穿起来怎么样 我也只是好好地回答你 我想睡你 痴恩恩恨不得捂住他的嘴巴 免得他再胡说八道 同时深深地后悔自己刚才 为什么要问他 觉得怎么样 早知道他会这么地直白 他就不问了 丽北绝目光扫过他微红的耳垂 食指划过他的手掌心 满意地看着他微红的耳垂 颜色又深了一点 走吧 他心情很好的勾起脖唇 带着他下楼了 此刻 远在千里之外的W国 陆雅琪老老实实地跟在 统一着装的庸人身后 低着头 忐忑不安 他不是第一次来这里了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每一次进来 他都有种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终于 庸人把他领到了一个最里面的一个房间 跟门口的两个保镖说 已经检查过了